那么接下来呢 咱们就要写个程序 来完成Socket它的一个 简单的一个使用方式 咱们先写个demo 咱们试试嘛 对吧 那么想要咱们试的话 那么接下来 咱们应该怎么做呢 这是牵扯这个问题 你不管我这个程序 写的再快也罢 还是再好也罢 它将来一定的 有个东西来验证吧 咱们原来在Python里边 写程序 咱们原来是怎么写的程序 在Windows里边 打开PyCharm 在PyCharm里边建一个工程 然后在里边右击建一个 建一个什么什么 点Py文件 是不是在里边写东西啊 然后右击某个东西 右击然后有个运行 或者是点右上角 那个运行按钮 是不是就运行了吧 那么接下来 我给大家说 另外一个事情是什么的 在Linux里边啊 运行一个程序 就不见得一定用PyCharm了 写代码也不见得一定用PyCharm 就是我一般呢 是什么快我用什么 VRM编写的最快 我觉得是最快的 你如果习惯了PyCharm 也没问题 那么接下来 我教给大家另外一种方式 咱们接下来写程序了吗 那怎么写才行呢 好了 接下来看这 接下来我教给大家 咱们怎么去写程序的其他方式 Sublim咱们用过了吗 没有用过是吧 来我现在给大家先说一下Sublim Sublim是一个编辑器 点开 然后Sublim是个编辑器 这个Sublim呢 它是一个跨厅台的编辑器 你在这里边可以编写代码 比方说 这个写上一个 Import Import 一个什么 导入一个Socket If下过线 下过线内幕 下过线 下过线 等于这个 下过线 这个咱们学过了吧 没问题 接下来 如果我要是在 有上一个卖函数 我接下来去掉卖函数的话 是不是在上面 是不是Diff 卖函数 我是不是可以在这里边写代码了吧 好了 这个呢 依然可以放大 这个是依然可以放大 按住Control 按加好 这个就放大 点这个就变成全屏 这个东西用来干啥呢 我告诉你 这个编辑器 非常不错 它可以编辑很多程序 不仅是Python的 C的C++ 都可以 简单人知同吗 你的乌版图里边 默认自带 而且这个Sableam的一大特点 Sableam它是免费的 Sableam它是免费的 但是它有个特点是什么呢 它也收费 它为什么又免费又收费呢 因为你可以免费使用 但是你没有购买它的版权 那么它为了想收费怎么办呢 请问你写完代码之后 你的下一次会怎么办 写完代码之后 是不是咱们下一次 是不是保存呀 你肯定说 S是不是保存呀 好了 你就保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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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你保存到一定四处的时候 这个地方 就出现了 你要买吗 他就会问你 你买吗 这个地方有个不买 有个购买 那这个时候你就点 肯定是点不购买呀 OK 那就没了 接下来你该怎么保存 你怎么不玩 然后你又写代码 写写写写写写 写了很长时间 你可以保存呀 来在宝团 这个时候砰又有一框 你要买吗 对 他就这么恶心 他不强制你买 但是他又恶心你 所以说什么 萨布利姆非常好 我建议你呢 一定要学会去用这个东西 好在他这不是这个弹框 好在什么呢 他可以能够识别成很多种语言 而且呢 这样的变形很快 看我们知道 一大特点 在他的右下角最低 把他萨布利姆打开之后 在萨布利姆的右下角 就在这附近 他可以 咱们先说这个 咱们先说这个 这个地方呢 他可以选择语言 你点这个之后呢 出来了这么一个框 这个框里边是什么的同伴 恭喜你 你所想要知道的 所有的编程语言 都在这 C懂听过吧 CShift C++ CSS 层叠样式表 D语言 反正没用过 什么这个Go 这个谷歌开发的够语言 STML Java Lips 这个也没用过 Lua语言 这个叫Lua 这个是干啥的呢 写外挂的 这个是写外挂的 然后呢 什么McPhil 这是C语言里边用的东西 OB 开发ROS语言的OB 然后呢PGP Python R语言 还有一些其他东西 什么Sircle 与G读的帐 点一下这个 注意看到吗 我还没点这个之前 是不是这个地方 颜色是这样的 我点一下Python 你没发现 这个颜色 是不是很漂亮的吗 也行 这个颜色也不错 而且你把鼠标 往上移动之后呢 这个当前我没有 我把它关了 我再来一遍 我点开 我把鼠标往上移动 你没发现 上面是不是有菜单来啊 在海南来 这个地方有个东西 叫做首选项 你找到首选项 有一个呢 叫做颜色方案 然后呢 你找这个叫做 什么Color Scam 什么什么什么 Default的 你找一个东西 你可以随便找啊 我现在选了什么什么 选这个 我再选一下这个 看 没什么区别是吧 没什么区别 来我再点开 咱们找个白的试试啊 我只是想跟你表达这个意思 这里边就随你了啊 找有白的吗 找个light 这个地方有个light 应该是亮的 是不是这样的吧 所以说呢 想要的颜色 所以你同吧 这个乌方图里边 收有点小bug什么的 你给完之后 他这个菜单来 就看不见了 你把它灌了 再开一次就有了 回到我原来 那个叫做 原来选的这个是吧 我选这个 这个我比较喜欢 你就选这个行了 而且他还支持什么东西呢 他还支持拖文件夹 把文件夹 往那里一拖 松 这个地方全部都是文件夹 这么说能理解了吧 非常方便 非常方便就在这 好了 sub name 可以写代码 那那么 接下来我就给大家 咱们演示一下 演示一下 我不想要了怎么办呢 我又击 我就从项目中 删除整个文件夹 没了 好了 我写代码 import socket 接下来我写了个卖函数 那么在卖函数里面 咱们怎么去完成一个 对基本的网络程序呢 sock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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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是不是创建了 那这里边写什么东西呢 写成sockit 第一个参数 咱们写什么 af下号线 inat 对吧 第二个参数写什么 sockit.sock 下号线 dgrem 请问 这个哥们的返回 指示干什么 udp 接下来 比方 sockit sockit 好了 我接下来刚刚做了一件事情 我自己再稍微小点 自己再稍微小点 我创建一个套接子 创 创建一个 udp 套接子 好了 创建完了 至于这个变量叫什么 都可以叫什么 你想叫什么都可以 听懂了吧 接下来 创建完了之后 接下来按理说 可以 可以使用 套接子 收发数据 这个没错了吧 如果是不想用了 那就关闭 套接子 那么接下来 udp sockit 就这么关了 能理解我想说什么意思了吧 就大体流程就这么做 那么 我这个代码写完了 那肯定是保存 肯定说 s保存 它会提醒你保存 就意的 我保存到桌面上 里边有个就位班 我新建了个今天的问题价 建到里边去 那么这个地方呢 我就在这个地方起个名字了 比方说 01 01-什么呢 这个 sockit的基本使用 点p1 好了 保存完 接下来 这位哥们就保存完了 怎么运行呢 后来 原来咱的pr 差不多 不是又有机 不就运行了吗 这个时候 就没有点了 点击也运行不了 他们怎么办呢 他们去看 咱们原来是不是学过终端 找到终端 ls一下 跳到桌面 跳到就位班 跳到03 里边去 ok 清一下屏幕 刚刚咱们写的代码 是不是在这里面有吧 怎么验证呢 vim01打开 你看 是咱们刚刚写的了吧 好了 写完 放在这 那么写完之后 他们另外的其他的方式 来运行python程序 该怎么做呢 就是说你不要总认为 运行程序是 在prsum里面有机的吧 你没有prsum的情绪 你怎么用呢 怎么就听 python 301 下这个东西 那么接下来 我回车的时候就可以运行了 能理解我意思了吧 这就运行程序 那么咱们原来在基础班的时候 给大家介绍的时候 python是不是现在两大版本 python2和python3啊 我想用python2运行 那我应该怎么办呢 python python就可以了 这就是以python2的版本去运行它 那为什么出现了这么一坨东西啊 因为咱们python2里边 如果要是有中文的话请问 是不是咱们在前面写它扣定是不是那个拖东西了吧 所以说呢 出现了这个拖路原因 只要你变形代码的时候 你的运行程序出现了这个原因 那么也就意味着 你在里边是用的python2写了 咱们整个这个 整个这个阶段 咱们整个python的高级阶段 咱们都是用python3能理我意思吧 整个这个阶段全都用python3 python2慢慢的就会被淘汰了 慢慢的就会被淘汰 那么在这个地方咱用python3 即python3运行就可以了 能理我意思吗 好了以后啊 除了用python的第二种方案 先用sable写 然后再用终端去运行 能理我意思说什么了吧 也可以完成这个程序的运行 一点问题都没有 好了 这就是运行程序另一样的方式 那么如果我不想用sable 你用sable没有任何问题 假如说我不想用sable 我该怎么办呢 我不是交给过你vim吗 你就用vim写 你听到了吗 用vim写写完之后 最后一般今晚我会有vim 以后vim写完 保存 保存完之后呢 python3 然后01 接下来 这哥们是不是就运行了吧 好了就这个流程 那么接下来你这个冲细者 现在都没有 是写错了吗 来 怎么啊 把这个sable里面我就关了 以后我就不会再用sable里面了 你用sable里面也可以 vim也行 prsum也可以都行 你进行选择 你是接下来想要做一件事情 你是用钱的呢 还是用搬手呢 还是用其他的这个螺丝钉呢 你随你 vim01 打开 打开之后 大家有没有发现 接下来我是不是要写程序了吧 你发现这个地方 你怎么这么宽呀 你发现了吗 是不是相当宽呀 正常经文下 咱们是不是这个地方 是不是敲上一个table键 是吧 你看啊 我这个地方往这拉一拉 你看一个table键 差不多 你看1234 是不是四个空格啊 一个table键 四个空格 你这么长啊 好了 来交给一下大家的vim写领啊 书上一个 首先看我这 我再来点 慢慢的学 先按一下ESC 保证是命令模式 书上一个大v 就是那个b左边 那个大v 按一下 这行 你没发现 这行是不是全选中了呀 你这个时候 你再去按上下键 你去按grove键 也可以啊 你去往下选 选选选选选选 你没发现 是不是选中了这坨呀 选中这坨的前提下 你来上一个小一号 就是什么呢 是按住shift 按那个选一号 按选一号 按住shift 按选一号 看过照 按住shift 按一次 走 怎么样 整体是不是往左 缩了一下 是吧 OK 如果我再选中它 我再往这 走 你发现是不是整体 再往整体往左走啊 坏了 过途了 怎么办 选中 大v 就回去了 能力为止了吧 好了 咱就把刚刚咱们这个 踢包键特别长 这个问题给它改了 好了 改完之后 接下来 它为什么没有运行了 为什么没有 你这里边一点东西都没有显示 你咋知道运行 还是没运行 对吧 好了 比方说 在刚刚再运行 来 先把 python301 是打印出来的结果了吧 因此运行python程序的 这种方式 我还是比较推荐大家的 写个小程序 当然可以这么用了 如果我写个大工程 当然你是用python 小工程序的 可以用这个 好了 vm 核心点带来了 这个代码 咱们接下来不是说 想要完成一个 这个通过socket 完成一个网络通信吗 对吧 代码写完了吗 创建了socket 接下来你还没有用 它去搜东西 也没有用它去发东西 这个没错吧 首先我接下来教给大家 怎么去发一个数据 想要通过socket 发送一个数据 很简单 对吧 很简单 创建套杰字 接下来通过创建的这个套杰字 点 深的兔 就可以发送数据了 就看 我问一下流程 第一步 创建套杰字 第二步 用这个套杰字 点 深的兔 发 如果发完了呢 关了就行了 咱们刚刚已经把这部 和这部搞定了 接下来是不是还欠缺了 是不是这部了吧 那么这部里边呢 有两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 发什么 你发海陆还是发哈哈 第二个 发给谁 听到我想说什么意思了吧 好了 同学们来 开始啊 发什么呢 来 来一遍 UDP 你有没有发现 我这个地方 是不是立马出现了一个东西 是不是可以让我去选啊 好吗 接下来 我再教给大家这个东西 你在编辑模式下 就是你可以写代码的这个情况下 你写上个UDP Ctrl N 它就会有一定的补权 如果你之前已经有这个UDP Socket的这个变量 那么它就会在下面的有 你上下键选 选中之后呢 回车 选中 点 什么来 我刚刚说的是 发 Send to 这里边有几个参数的吗 两个参数 第一个是什么 发送的内容 来 来一个 哈哈哈哈 发一个内容 多好 请问是不是格克了 是不是写第二个参数了吧 第二个参数是写谁啊 发给谁啊 你是给你 第一个女朋友写封信了 还是第二个女朋友写封信啊 你是不是这个地方 你写你女朋友的书件地址了吧 那么请问 写女朋友地址 这个时候问题就来了 我女朋友 是 她肯定是在某个地方 我先写 她的地址 得先拿弄楼 拿个 拿个房间 是不是写的很具体吧 对不对 咱们这个数据最终 是不是要给你的电脑上的数据 是不是发一个 对吧 给你的电脑程序 发一个数据 请问 我应该写对方的什么 是不是写对方的IP 是不是写对方的端口 OK 这个时候 大家来了啊 我需要知道对方的端口 是不是需要知道对方的IP啊 那么你接下来发给谁呢 对不对 我这个地方呢 发给我自己 不就完了吗 发给我自己 甚至是发给我的Windows 都可以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地方 需要写上对方的IP 以及Port 这个没错吧 通吧 那么你描述的时候 确实实 你可以直接这么描述 那么接下来 你在这个地方 那对方的IP和对方的端口 到底什么写才能表示呢 嘴挑 圆祖 是一个圆祖 圆祖这里边 它是一个圆祖 这个地方用了个变量而已 圆祖这里边 第一个 先写IP 追了IP 用双一号扩起来 或者是一对单一号都行 它是独双 第二个端口呢 是数字 不要扩起来 扩起来就不对 好了 你想发给谁呢 举个例子 我想发给我的Windows 我想发给我的Windows 或者说 我想发给其他人 我也怎么办呢 他们来看照 既然我接下来 想要用一下网络的功能 我是不是应该 再找另外一台电脑 我让这个电脑 写上一个程序 发给另外一个电脑上 请问是不是就验证了吧 那么我接下来 既然想要用它的话 我总得在它上面 有个程序 才能验证 怎么办呢 我那会的时候 是不是已经把一个网络 调数助手 是不是这个文件夹里 是不是已经发给大家了吧 那在这里边呢 我发给你的压缩包 解开之后呢 就这样的 有Ubuntu和Windows 你把这个压缩包 解开之后呢 有个Windows 你不是用的Windows吗 你就把这个压缩包 拷贝到你的Windows里边去 之后 你接下来按照这个 ReadMe说明进行安装 ReadMe里边说明呢 你看有多简单 解压进入文件夹 双击可以了 好多们 够简单了吗 把这个压缩包解压 解压 我已经解压完了 在我的C盘里边 有个压缩包 叫 刚刚解了 还没有吗 就是那个 第二 不要复 这个 这个 不是这个 我重新再拖一个进来算了 不是这个 第一排第二 对在这 文件夹在这 说错了 在这 不是这个 是这个 你将来解释之后呢 就是这个文件夹 你在文件夹里边 就看其他 这个和这个 1234 是不是有五个东西 这五个不要删 删了就不行了 这五个不要删 唯独有一个页 双击 就可以了 双击起来之后呢 接下来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特点 这个框 运行起来就是这个样子 很简单 在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类型 UDP 有一个IP 有一个端口 是不是这些东西啊 注意看 你接下来 我的这个程序 就这样的吗 我不是写了个程序 我想验证验证 我用这个程序 发一个数据 发的这个电脑 没错吧 我总能在这个电脑上 找一个东西来验证啊 来个接收啊 我让他来接收 我这个Ubuntu 发的这个数据 听懂了吗 那么我的这个东西 运行起来之后呢 首先 你选的哪一个 点这个按钮是可以选的 你选哪一个 选UDP 为什么 因为人家用UDP的方式 给你发 你肯定是得 用UDP方式收啊 所以说 这个选UDP 其他就不对 第二个 你本地的IP 自己的IP 就在这显示 第三个 你当前 你这个程序 想用哪个端口 最低 是你这个程序 运行之后 要用哪个端口 我那会儿是不是说过 我想用哪个端口 我是不是可以告诉 操作系统啊 你这个地方 写了个8080 就是告诉你的操作系统 你要用8080 OK 怎么让他这个 软件真正运行了 点这个 点这个按钮 点 只要当前 这个地方是绿的 那就可以通信了 听懂我小说什么意思了吧 如果你把你的运行起来之后 同样办 你可以向我这里边发消息 你可以向我这里边发消息 你就可以向这里边发消息了 好了 这个根本运行起来之后 同样办 接下来 咱们是不是应该是目的是 把对方的IP和对方的端口 是不是填到这个位置去啊 是吧 我的把我这个程序 接下来发给谁 我的知道你是谁才行 请问 192-168.33.53 以及8080 是这个程序的端口 以及IP吧 请问我这个地方 发给谁 对方的IP 对方的端口 是不是这个写上 192-168.33.53 然后逗号端口 8080 这么说能理解了吧 好了 接下来呢 按理说就可以发了 咱们试一下啊 来 拍照3 01 走 出现第一个问题 以后最后只要是在这么运行的时候 往往是不是会出现异常啊 现在就是异常的吗 为什么会出现异常的 看最后一个东西 最后第九行错了 那第九行最后为什么错了 他说type error 就是类型错了 abite like object is required 就是我需要一个 像自己而类型的这样一个东西 而不是一个读串 哪个地方是读串的 大家注意看啊 咱们这个地方 是不是写了个 哈哈这个地方 是不是双引号吧 你发送的内容是字符刷 所以说不行 那怎么做呢 第一个方式 这个地方直接写上一个b 双引号的左边 写上一个b 这个b呢 它就是bite类型了 这就不是字符刷了 我一会儿给你验证验证 你先甭管321 你先写上b 听懂了吧 写上b之后 来接下来 咱们发一个 他说了 又说了 他说network is unreachable unreachable意味着啥呢 网络不可到达 就是说现在 不是你的程序的问题了 是网络有问题 那么同学们 嘴条 我的windows这个东西 你看 一个同学 已经给我发个数据来了 你也可以发 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你把这个东西 放到你的windows里面去之后 你也可以给我发 前提是 你只要知道 我的端口IP 这个哥们就过来了 那观点是 东哥 我想给你发怎么发 注意看 看着 你想给我发通 怎么发 这个地方写192.168.33.53 这个地方写8080 你接下来就发给我了 这个地方写上一个 将来我就输得了 就在这显示 能听懂我意思了吧 就可以发过来了 最挑 这个软件的一运行了 为什么它和它之间不能通信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的IP是谁 它的IP是谁 点错了 点这个支持 大家看 它的IP是不是真正的 192.168.33.53 然后我再回头 我ifconfig一下 你看 192.16.7.137 请问 他们是在一个网络里边吗 怎么判断 是不是 前三组只要相同就是 那肯定百分之百 不相同 这就是为什么 我现在在运营程序 他告诉我 Network is unreasonable 不答 这都不了 就是因为网络不通 怎么验证通不通 我交给大家一个命令 PIN 咱们那一会儿 是不是通过ifconfig 查看了当前 你的电脑是IP了 你PIN 192.168.33.53 你不是接下来 想要向这个电脑里边 发个数据吗 你就往这里边发 你先PIN他一下 要是能PIN的通 百分之百能够 网络是通的 你PIN都PIN不通 根本通信不了 来 三二一走 请问 是出现了这种 unresable了吧 所以说game通不了 那么 专门注意听了 我想让我的Ubuntu 和我的Windows 通信 我到底该怎么做 网络才通信呢 切记第一点 改成桥接 找到讯息机 你找到你的 海带栏 找到讯息机 你里边一定有个设置 设置里边 一定有个网络 一定有个网络 你接下来 把它选择成桥接 听懂了吧 因为这个Mac里边 这个地方选的时候 它说桥接是自动检测 我选这个 你看这个地方选桥接 那么严门注意是怎么的呢 点这个按钮 这个地方呢 它有个桥接 你选择桥接 你选择桥接之后呢 if configure 你过一段时间 过一段时间 这个不一定 这个不一定 所以说呢 你过一会先 if configure 或者说你先把它设置成桥接 最大 桥接 你选成桥接之后 过一段时间 它的IP呢 就会变成和这个的IP前面是一样的 只要是一样 那就可以发了 可以了啊 你发的东西为什么都看不懂了 不知道啊 好了 我再看一下这个IP 如果它要是不行 那么我再用另外一个东西 第一次client 等一会儿 等一会儿 因为我这个Ubuntu呢 已经用过很多很多很多次了 所以说呢 这个IP呢 它正在获取 也不见得 不见得